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各單位的首長 首先請 這個法務部 吳次長 跟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 署長 請署長 那個次長還有署長 現在 行政執行署 是十大 民怨之一 剛才我們很多的委員 提案 完全是針對 行政執行署而來 為什麼他們要提案修法 就是 他們已經聽到 人民吶喊 哭泣的聲音 明明我們立法院 已經也修了這個 民法俱成篇 改成有限俱成 明明我們也修訂了 一陣稅 四十一條之一 如果依照 一陣稅啊 四十一條之一的話 他的精神 他寫得很清楚 按其法定 應據分繳納 遺產稅款 罰還 及加徵之至納金利息者 得免再對該欠稅人為 限制出境之處分 財政部 財政部 也發行給行政執行署 在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七號 發行給行政執行署 但是啊 行政執行署啊 不曉得 你們在做什麼 為了賺那個績效獎金嗎 還是為了什麼 對 財政部的 好像這政府啊 各行其次啊 各單位是各行其次啊 行政執行署啊 卻是自知不理 所以今天為什麼要去修這個 行政執行法 第十七條 我們就是看到 社會的一個普遍的一個現象 他們是有冤啊 無處處啊 哭訴無門 我覺得很奇怪啊 行政執行署啊 對像這個孫道淳啊 極限巨額款 稅款的事情啊 他極限這個稅款 這個欠稅大戶 極限稅款 這大戶 還過著個奢華的一個生活 他這事情已經鬧了很久了 而且 那個案子呢 在前年啊 就已經移交給行政執行署來執行 但是呢 他一樣 仍然住豪宅 帶女朋友 買名牌 奢華消費度日 後來是因為經過由這個媒體的披露以後 行政執行署啊 才介入調查 追繳稅款 這顯示啊 法務部啊 行政執行署啊 對於欠稅大戶啊 還有他的財務的狀況啊 並沒有 積極的調查跟追繳 執行的案件的成效啊 明顯不張 相較於這一般小額欠稅的民眾啊 動不動啊 就限制出境 署長 我現在發言 請你尊重好不好 你要徵求主席要同意你 離開座位嗎 我要拿個資料而已啊 啊 拿個資料啊 因為你講的不是事實啦 講的跟事實 是不是事實的話 等下我會問你嘛 我叫你回答的時候你再回答好不好 那幹我不清楚啊 等下叫你出去喔 好 出去 你就不要再進來 好 行長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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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清楚啊 好啦好啦 留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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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我不要你在那邊 你給我回去那邊 我不屑於問你 我也不想問你 我在這地方齁 這個提醒一下齁 這個理協當委員在這個執行齁 在刑打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執行署的署長齁 所以他剛剛升起喔 我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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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執行者 我們理協當委員他們生氣有敵齁 這個原則 人民的觀感是怎麼樣 欺善怕惡 而且行政執行署執行案件的效率 確實應該要有來加強 如果我們依據常理來看 金額較高的執行案件處理難度 相對的是比較高 所需要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反過來說 金額較小的案件 它所需要執行的時間較短 但是我們根據 我們立法院預算中心的評估報告顯示 行政執行署各年度 終結案件 都集中在二十萬以下的一般案件 結案的時間是逐年拉長 平均結案的時間 由九十年度的九十七天 到九十七年度 增加為四百二十二天 二十萬元到一百萬元的案件 更是長達三年以上 才能夠結案 這是什麼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修這個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 除了讓聚成遺產和繳納遺產稅的守法的民眾 不要被其他不繳納的人牽連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為了 讓隱匿脫產 逃避繳稅又奢華度日的欠稅戶而來 欠稅大戶而來 我們這個禁止奢華條款 增加的奢華度日的管收的要件 既然沒有錢繳納、繳稅 你就不能過著奢華的日子 如果發現生活有預約一般人通常的程度 就可以強制具體管收 只是認定的標準 授權主管機關來訂定 所以 本期要請教法務部 如果孫道純 像孫道純這個樣子 變成是子女供應 或是其他人提供吃住玩樂 這樣要不要管收 法務部這邊有沒有相關的規劃 請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事實上 我們行政院送行大院審議的行政執行法 第十七條之一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 他我們不只是他自己出錢來消費的 我們還包括其他人來提供的也不行 只要他進入不應該 進入的這個高消費的場所 我們都可以依照我們修正草案第十七條 之一的規定來處理 不管是他自己出錢或者是其他人出錢都一樣 我們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 是 所以像有些這個 惡意逃避稅款的 那他說是別人請客 或者是他子女供應 那這個未來都是不行的 依照我們十七條之一的規定 未來都是不行的 那另外我再請教一下次長 賄賂罪的本質啊 是破壞職務上的公正 你說對不對 應該理論上是沒有錯 那破壞職務的非賣性或不可買性 違反公務員的清廉的這樣的一個義務啊 無論他有沒有違背職務 只要收取奉路以外的不正當的錢 企圖影響職務上的公正性 他的污損公務的神聖性 會不會影響到公務的一個神聖性 當然會影響 所以不管是職務上的行為 或者是違背職務的行為 都會對於公務公務人員 這個執行職務的純正性啊發生影響 所以我們認為對於為 不管是違背職務的行為 或者是職務上的行為的行為 都應該加以處罰 我們如果根據這個行政程序法第六條的規定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為差別待遇 所以不論公務員是否有違背職務的收費行為 都將人民產生差別待遇 但是因為收費不違背職務而沒有罰則 你覺得這樣公平嗎 報告委員因為沒有錢 就要受到差別待遇 這不是變相的富人條款嗎 報告委員所以這個報 委員的這個看法是我們非常非常贊同 所以我們才這個 演理了不違背職務行會罪的處罰規定 那經過這個行政院通過以後送到大院來審議 所以行政機關其實可以做很多事的 為什麼 不違背職務收費罪 我也認為說有必要來增定 你們對這個會去處理 但是對類似 剛才這個羅蘇蕾委員 他們所提到的 我還特地講行政 在有關於這個行政啊 這個行政執行法的部分 你們不願意提出來 誰在黨 我今天發飆啊 不是沒有原因的 而且我要跟署長特地警告 一定要公開跟我道歉 對你今天這樣不禮貌的行為 藐視國會的行為 如果沒有跟我公開道歉 我建議啊 我們 司法法治委員會 立法院移送監察院 另外啊 我要請教一下 那我們刑法這個41條啊 我們去年年底啊 我們本席還有司法法治委員會 所有的同仁啊 還有法務部的努力之下 刑法41條修正 好不容易啊 刪讀通過 當時啊 為了修正這個41條啊 我們還被你們法務部啊 抹得非常的黑啊 報紙還給我們寫說 有錢不用關 沒錢拿來抓進去關啊 結果後來呢 好不容易通過 一幅社會勞動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今年啊 九月一號啊 也正式上路 但是呢 六月的時候 司法院大法官也做出了662號的一個解釋 他宣佈刑法41條第二項 關於訴罪病罰 宣告刑 訴宣告刑啊 都可以一顆罰金 而定 因執行之刑 超過六個月 他就不得一顆罰金 這樣的一個規定 他違反憲法第23條的比例原則 換句話說 他就應該在解釋公告日 就失效 但是呢 大法官解釋之後啊 本席也接獲很多的民眾的反應 說他呢 訴罪病罰 其中有兩罪啊 均宣告得一顆罰金 一罪啊 宣告得一幅社會勞動 但是他向檢方啊 申請一幅社會勞動的時候 卻是被駁回啦 必須要入監服啊 短期自由行 所以呢 像這樣的一個 違憲的一個規定啊 你們違憲的規定 還繼續在執行 到目前為止還在執行嗎 法務部有沒有向各地的檢察署告知啊 四十一條啊 被宣告違憲後的做法 請市長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這個 司法院662號解釋 在98年6月19號做成以後 我們當天啊 就要求 所有的檢察機關 還有我們矯正機關 清查 如果有符合662號解釋 認為可以一格罰金的案件 我們全部找出來整理 然後如果符合要件 我們全部都已經釋放了 那委員所提到的可能是 因為事實上 如果 依照這個大法官的解釋 是 如果是每一個 每一個案件是得一格罰金 但是定因執行行的時候 超過六個月 是可以 仍然可以一格罰金 但是一格罰金 它還是要有 例外的情形 就是 如果是一格罰金 難收矯正的成效 或難以維持社會法制去 仍然是可以不要一格罰金 那剛剛委員提到的 可能是但書的例外的情形 基本上我們當天就通知 所有的檢察機關 跟所有的矯正機關清查 然後 當天就已經處理了 所以 之後當然也是按照大法官的解釋 來處理 但是 我們根據這個 多次民眾的一個反應 本席也發現說 檢察官不知道是案件太多 太忙 忙著查案呢 還是說 沒有再注意 新通過的法律的條文 還有大法官會議的一個解釋 他沒有update 新的一個知識 就常常都還在適用 舊的做法 甚至呢 新法上路以後啊 他還是不知不覺啊 不但民眾不了解 連執法者本身都不清楚 這樣的狀況 真的是非常的離譜了 這點我也希望法務部啊 能夠加強 對新法 或新制度啊 能夠多加宣導了 是 雖然 審法41條 是立法委員提出來的 不是你們提出來的 是 可能印象沒有這麼深 但是呢 既然已經通過 三讀通過了 總統明令公佈的事情 這個制度啊 新法跟這個制度 都應該多加宣導了 對不對 加強檢察官的一個訓練 不能當上檢察官以後啊 就荒廢的一個學習 好不好 謝謝 好 請這個 請華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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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六六號解釋 這個通行我們各地檢署裡面 能夠盡可能 能夠遵照六六號解釋的處理 是我們再發一個函 提示我們的檢察機關 另外 另外 因為剛剛 我們 李協章委員 執行的 認為說 行政責任署的林曹聰 林署長 應該向他公開道歉 我想也不要什麼公開道歉 在這個地方 向他道歉一下好不好 好啦 這樣就好了 這個 報告 報告主席跟委員 可能是 但誤會啦 他剛剛事實上是要拿 不過就是 你 是 是 沒有 你在台上 你來說明一下 台上說明一下 這個主席啊 第一個 他不是 他不但不尊重本席的質詢 而且不尊重主席 你懂我 委員會主席 今天你要去拿什麼資料 你可以請你的助理 提供給你們 或是 說 徵求主席的同意 你要離席 我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你怎麼可以藐視我在 好啦 沒有關係 你在這地方公開向他道歉一下 你應該要跟主席道歉 剛剛剛剛 你要徵求主席的同意 主席同意以後 你才能夠離座 你要記錄性的部分 你要記錄性的部分 你不大清楚 所以剛剛你寫的 不知道在 好啦 沒有這樣的事情 沒有啦 你不開槌 你不開槌 我也不是故意說 對他不尊重 沒有 好啦 基本的國會 基本的國會 理會不會 懂不懂 懂不懂 今天都有準備住要來 沒有 我先提醒你 會提醒你的吧 你剛剛 對於 會議程式 都不了解 那你就向他道歉 那我剛剛上台也忘了跟主席 不是跟我道歉 我就是要跟我們主席道歉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你就不講 沒有啦 他沒有講道歉 有沒有 向委員會道歉 不要說 要向他道歉 不是向我道歉 我是不講 藐視國會 喔 太隨便啦 有道歉就好了 給你方便當隨便 好 可以的 好